其實這一次俄烏的這個情勢呢 也讓這個外界關心到 聯合國到底有沒有用啊 這一次你看連 這個美國的布林肯都已經講話了 布林肯說 哪有 你身為這個安理會裡面的成員 你居然去打這個聯合國的這個成員 那這個安理會到底要他幹什麼 所以他認為應該把俄羅斯 驅除出安理會嘛 那這個 聯合國最新的就是說 他們現在決議 就說要這個俄羅斯 無條件的這個撤軍 問題是 但是大家也在問啊 這個決議有用嗎 他能夠牽制得了俄羅斯嗎 可是大家又說 現在整個歐洲是團結起來的 因為這個大使你之前是駐法的嘛 所以也請教大使 你怎麼觀察到這段期間 歐洲國家的改變 你看到安全理事會裡面的投票 當然俄羅斯動用否決權 中國是棄權的 那另外一方面在大會裡面 你看到 大家即使有一百九十三個 會員國當中一百四十一個 會員國呢 他們認為應該俄羅斯在這個結議案通過以後呢 應該要撤兵停止這個動武 但是呢 你看到一個狀況的話呢 你就會覺得說原來俄羅斯是不甩的 為什麼 二月二十八號 法國總統馬克宏 因為他現在是擔任歐盟的輪值主席 一月到六月 所以他有幾頂帽子 一頂帽子就是輪值主席代表歐盟的處理 國際議題第一個 第二個因為他是現任的法國總統 對 而這個馬克宏總統呢 一向從二零一七年 他選第一任的時候呢 就主張要成立歐洲軍隊 要擺脫對北約的依賴 而其後就是要擺脫對美國的掌控 所以呢 他主張成立這個歐洲的軍隊 就是說我們自己歐洲 我們來成立我們自己要的所謂的國防力量 那其中呢 我們剛剛看到 我們敏寬兄呢 他提到說 德國破天方的這個決定要提供 播出一千億歐元 每年百分之二的GDP 從事軍事國防之外面 這個聲音呢 你就看到回音了 那所以呢 馬克宏的力量 馬克宏的聲量就很大 另外一個人 因為他要選總統 對 所以這個議題 那你從他跟普丁前前後後 通過幾次電話 我們為馬克宏呢 叫驅 為什麼呢 因為普丁給他的承諾呢 都沒有兌現 而二十八號那一天的談話呢 有三點 第一點呢 就是其中之一就是 不要襲擊平民 然後呢 維護這個烏克蘭裡面 重要公路的安全 普丁說沒有問題 他的條件就是如果要俄羅斯撤兵的話呢 就是第一個 國際社會承認他對克里米亞的主權 另外一個呢 就是非軍事化跟非納粹化 就是烏克蘭 也就是說他基於他的安全的考量的話 你要答應我這些不然的其他免談 可是我們也看到今天在第一次的談判 雙邊和俄蘇的談判呢 當然不會有結果 這是預期中的事情 那麼今天三號呢 他們要進行第二回合的 那我的看法 我不敢說我是專業 但是呢 我們可以看得出呢 有幾個可能 一個就是談談打打 一個打打談談 一個打了就停 或者停了再打 大家彼此各有盤算 這個盤算的重要的依據點在哪裡 槓桿在哪裡 就要看歐洲地區 或者說西方世界 對俄羅斯制裁到什麼程度 那又牽涉到俄羅斯 普丁本身的人格特質 他是一個很難捉摸的人 如果他一氣之下 我們講說喪失理性的話 那會不會發動所謂的核武戰爭的話呢 這個危機是存在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西方國家 在跟普丁交手的時候呢 有投鼠忌器的這個必要 那換句話說 如果這個戰爭 我們看到談判 是一個解決方式之一 因為要嘛就是動武 要嘛就是談判 談判怎麼樣去妥協 怎麼樣去找到 次家方案 大家都能接受 這個呢要時間 這個呢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連那個馬克宏都被騙了 跟普丁還談啊 現在說要二次和談 對啊 但是也許明天 他我們今天過了晚上就知道 他們談的結果 有用嗎 有沒有用的話 這個就跟聯合國的決議案 有沒有用 你把它都在一起的話呢 那你就看到普丁真的是 非常的突出 那這種情景之下的話 又回過來講兩岸關係 如果今天在臺灣 我們好好經營我們的國家 自我防衛的力量 然後呢我們也能夠告訴全世界 我今天是國際社會優質的合作夥伴 因為我可以分擔責任 我甚至於當我看到我們國人 大家願意捐錢去救助這些 這個烏克蘭的難民 還有當我看到法國這個禮拜 他們舉辦農業展 巴黎市長 他甚至於提議說 我願意接待烏克蘭的這些難民 各位這個就是全球的團結 這個呢普丁他一定會知道 但他不會改 會不會我們講說修正呢 這個呢要觀察 不過大使要把普丁 這個要把俄羅斯 趕出這個安理會 應該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情嗎 不不因為他是常任理事國 布林可都已經講了 因為他是常任理事國 聯合國安理會 有十一個這個理事國 五個是常任中美英華書 其他六個呢是輪次選出來的 各州選出來的 他有一定的任期 所以呢在這種現狀之下的話呢 透過聯合國體系的話 那個是有聲量 那個有道德的力量 然後呢沒有了 這樣就沒有了 然後剛剛大使也講說 二次和談其實也是 大概沒有什麼用了 應該是可以做這種預期